欢迎大家来到《讲经》系列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经文是传道书五章十节至六章十二节 现在先读经文啦 贪爱银子的不因得银子之足 贪爱丰富的也不因得利益之足 这也是虚空 货物增添吃的人也增添 物主得什么益存呢 不过眼看而矣 牢鹿的人不拘吃多吃少 睡得香甜 腐足人的丰满 却不容他睡觉 我见日光之下有一宗大和患 就是财主积存之财 反害自己 人造如和患 这些资财就消灭 那人若生了而止 手里也一无所有 他怎样从母胎赤身而来 也必照样赤身而去 他所牢鹿得来的 手中分毫不能带去 他来的情形怎样 他去的情形也怎样 这也是一宗大和患 他为风牢鹿有什么益存呢 并且他终身在黑暗中吃喝 多有烦恼 又有病患 我所见为善为美的 就是人在神 似他一生的日子吃喝 享受日光之下 牢鹿得来的好处 因为这是他的份 神似人之财 丰富 使他能以吃用 能取自己的份 在他牢鹿中起落 这乃是神的因此 他不多思念自己一生的年日 因为神认他的心 使他起落 我见日光之下 有一宗祸患 重压在人身上 就是人梦神 似他之财 丰富 专永 以至他心里所愿的 一样都不决 只是神使他不能吃用 反有爱人来吃用 这是虚空 这是虚空 也是祸患 以来暗暗而去 明智被黑暗遮蔽 并且没有见过天日 也毫无知觉 这态被那人 那人虽然活千年 再活千年 却不幸福 众人 岂不到贵一个地方去 人的牢 人的牢碎 为口福 心里却不知足 这样看来 智慧人 比愚昧人 有什么长处呢 穷人在众人 在众人面前 知道如何行 有什么长处呢 眼睛所看的 比心里妄想的倒好 这也是虚空 也是暴风 先前所有的 早已起了名 并知道何谓忍 他也不能与 那比自己 力大的相争 家珍虚浮的是几多 这与人 有什么益处呢 人一生虚度的日子 就如影而经过 谁知道 什么与他有益呢 谁能告诉他 身后在日光之下 有什么事呢 在第五章的第十节 圣经这样说 贪爱银子的 不恩得银子之足 贪爱丰富的 也不恩得利益之足 这也是虚空 作者在传道书第十节 他就指出 原来世上的人 有贪爱银子的 有贪爱丰富的 不断想在世界上得着银子 在世界上 仍仍亦亦得着丰富 而而传道者说 一个贪爱银子的人 不会因为多了很多银子 就会资足 一个贪爱丰富的人 不会因为得了很多利益之后 就会资足 所以这段经文已经指出了 传道者要讲一个很重要的主题 就是人里面没有知足 众言他是得着很多 仍然不知足 那为什么传道者 在这个时候要讲 关乎人内心 不知足的特点呢 为什么人内心不知足 是现在这个传道者 所讨论的焦点呢 因为上文是这样讲的 他说你若在一省之中 见穷人受欺压 奪去公平公义的事 原来上文就讲到 作者日光之下 见到欺压的事情 那跟知足 不知足 有什么关系呢 那我们再推上些 在第三章 就讲到 在审判之处有奸恶 在公义之处又有奸恶 当人去行恶 在公平公义之处 应该有审判 彰显公义的地方 都是继续有奸恶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还有 当这个审判 应该显公义的地方 竟然显不到公义出来 那人就不怕审判了 那又怎样呢 人就会被刺欺压 在日光之下 他见到欺压的事情 是吧 有人被欺压 无人安慰 欺压他人那些 有势力都是无人安慰的 在一些应该有讲求公平审判的地方 竟然没有公义的审判 就周围显出很多欺压的事情 如果人不用欺压的手段 交天会势力去得到他自己想得到的事情 不用欺压的手段 那用什么 哦 那不欺压人 那自己 努力 那后文就说 人的努力是出于质度的 质度别人给自己赚得更多 质度别人给自己有更灵巧的工作 那怎么样 那他就因着这个质度 就比其他人更加努力 要赚取更多更多 所以原来传道者 在之前的经文的论述 其实就要表达出 为什么在世上你会见到这么多 那么不公平的事 在审判的地方竟然彰显不到公义 为什么在日光之下见到这么多欺压的事呢 为什么人不用欺压的手法去争取 但是因为人内心充满质度 又不断要去比别人更努力 要得更多呢 那 为什么会这样呢 原来在第五章的第十字 就要点出真正的原因 真正的原因就是人里面有一种贪欲 明白吗 当人里头有一种贪欲 他想得到更多钱 那可以因为贼到别人 给自己更多钱 那怎么办 就自己更加努力去赚多一点 如果心思 意念 比较恶一点 那怎么办 就会用他的势力去欺压人 打压人 去抢夺人的财保 是吧 或者再恶一点就是 贵赂那些审判的官员 是吧 帮自己 在审判的过程当中 反过来 是吧 告那些 明明被他欺压的百姓 是吧 令到那些欺压 百姓的人 竟然得到那些 审判官 因为收了黑钱 来保护他 反而打压那些弱势的社群 是吧 所以这里就说了 为什么在日光之后 会见尽这么多不易 欺压的事情 因为人内心有这种贪欲 这种贪欲 多到一个地步 不断不断的吸收 吸收吸收 贪更多的钱 贪更多的丰富 但是传道者就告诉我们众人听 他说 人无论用哪一种手法 去满足自己的欲望 但是到最后是怎么办 贪爱银子的 不会因为很多银子 就会支足 贪爱丰富的 不会因为他越来越多盈利 就会支足 他就说出 这一切都是虚空的 就回到传道书第一章所说的主题了 眼见这么多事 最终你紫实去思想的话 你最紫实去探讨的话 你就会发现何等的虚空 你看传道者怎么跟我们这样说 他说OK 你不断赚了很多金钱 你的财富 你的丰富不断累积 那怎么样 十一节说 货物增添 吃的人也增添 就是说你赚了很多的金钱 你又继续营运你的财产 你又赚取了很多的货物 那怎么样 那你太多货物 那怎么样 就比平时要更多的人 来帮你看守这些货物 运载这些货物 是吧 或者为你去申请一些批文 去处理这些货物 甚至又要找人去寻求更多法律的意见 是吧 那你要拼请更多的人去处理增添的货物 所以他就说吃的人也增添 你那边增添了很多的财富 但是你又要用很多的财富 请很多人去帮你看守着你的财富 所以到最后怎么样 他说物主得什么益处呢 想起来一层 你都是这么多 多了之后又要找更多人去处理 那你又真真正正得到多少呢 其实没什么益处的 他又继续说 不过眼看而矣 就是你看到越来越多 也有很多人帮你处理了 传道者说 看一看而已 为什么 你知道后面说过 就是 当这个财产 人一死了之后 一样都带不走 所以你用这么多的年日 积聚这么多的财富 又找这么多人去看守你的财富 那怎么样 看看而已 到最后什么都带不走 跟着传道者又继续说 他说牢鹿的人 不去吃多吃少 叫睡得香甜 那就针对上文关乎知足的事情 这个睡得香甜 其实就暗示这种牢鹿的人 无论吃多喝少 他就知足 这种知足 这种知足 活在世上的人 有没有人有知足 有的 他就睡得香甜 回来 富足的人 虽然他赚了很多 他说 却不容他睡觉 就是说 越富足的人 越富足的人 越丰满 赚出更多 他睡不着 不单只因为他不知足 所以他又继续赚出更多 他为什么睡不着 因为你太多 太多富足的人 那么也会怎么样 他又怕人 要搶走他的财富 对吧 所以就透过这幅图 有钱的人 就怕 什么 无论是晚上的时候 有人偷东西 或者光天发日之下 有人偷东西 所以呢 有钱的 富足的人 传道者说 他睡觉就睡得不安乐 那为了睡觉睡得安乐 其实是什么 就是说 怎么样保护自己财产 那就请更多人 请那些保安 看着你家的大门 又或者好像这幅图 在你的家里面 加上很多什么 加上围栏 加上CCTV 那些摄影机 对着门口 门上面还有一个大的灯 对上还有一个警暴器 有人闯进你的家 就会嗶嗶嗶嗶的叫 为什么 这些防盗的系统 就是要保护你的财产 正因为这些财产会被人抢 所以第十三节他就说 我见日光之下有一宗大祸 就是财主积存之财 反害自己 就是你积存了很多财富 原来想起一层 反而会害了自己 害自己的什么 十四节说 因遭遇祸患 这些之财就消灭 有些祸患临到你的时候 所有的财产都没有了 为什么 因为你积存很多财富 就令到其他人 随言三尺 有些人 如果是出于财度 那他出于财度 他就努力去赚钱 努力去即赚他的财富 是吧 但是有些人 走歪路是吧 里面很歹毒的 那就用欺压人的手段 来抢那些有钱人的钱财 是吧 那所以这些祸患临到的时候 资财就突然之间消灭 为什么 因为你真的有钱 他就特别惹人注目 是吧 所以这就说了 你积存之财就反害自己 那圣经里面实在有些例子 其中一个就是什么 若白 有人跟若白说 哇 那些牛只在耕田 烙在旁边吃醋的时候 是吧 人就突然闯进来 就把你的生畜闹去 还用刀杀了那些祸人 剩下我一个人逃脱出来 说给你听这件事 过了没多久 又有个祸人来说 哇 加纳底人 他们分了三对突然闯进来 怎样 把你所有的落台这些财产 全部老劫去了 所以 当有人越有财富的时候 对了 就是你会觉得 你内心比以前 贫穷的时候 积聚更多 你以为很开心 但是你知道 原来是 不会满足的 不单止不会满足 不会满足 还要面对就是你太有钱了 就反而惹来其他人 用不法的手段 来抢断你的财捕 那相对现在 有些的城市 有些的国家 治安好些的 那这种情况呢 就 没那么容易见到 对吧 但是 以前的年代 不是这样的 是没有什么警察局 没有士兵保护你的 平民百姓 居住在一个地方 随时被人 一些强盗 是吧 或者一些海盗 就抢了你的货物 是吧 甚至像这里 一冲过来 不同外族的人 一蜂蕭而至 就抢了你的所有的财产 甚至杀了你的那些的博人 一直去思想这些经文的时候 我就想起我以前看过的一部电影 这部电影很好看的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 就是不野武 这个主人翁 这个主人翁 他飾演一个 盲盒 那些人称他 这个人为 座头使 是吧 那我透过一些的 频道 就了解 座头使是什么意思的 使这个字 原来是盲人的意思 是吧 那座头是什么呢 就是 原来以前在日本 那些盲人 曾经有一个皇帝 都盲了 但是他又有很多的学习 最后就 带领了一批的盲人 组织了一个盲人的 互助委员会 当是这样的情况 那些盲人 就组织在一起 互相帮助 是吧 在这个机构里面 最低职级的 就叫做座头 是吧 所以这些盲人 通常就会按摩 针灸 做一些低限的工作 是吧 这个盲盒 没有名字 那是人 就叫他做座头使 是吧 由这个明星 北野武去演绎 哇 这部电影很好看的 那么 不说这部电影了 那就讲其中一个桥段 这个桥段就讲到 有一对的姐弟 就扮到 现在穿着和服的 那个 那个 见到的 就是两个姐弟 那么 左边那个是姐姐 来的 右边那个 其实是弟弟 那么 他们打算 用这个 呃 就是 去表演一种的 呃 艺术 那么 就在当中 就去找一些客人 那么 就找到一些客人之后 就暗中 就打劫 是吧 就找盆穿 就是找一些生活费的 就是这样 就找到这个座头士 和一些朋友 那座头士一听 那么 他的耳朵很灵敏的 就发觉这个的姐姐 准备呢 拿 秘密武器出来 就是想打他劫 是吧 那么后来座头士就劝他们 不要这么做 啊 那么最后 就他们 坐下来之后呢 就讲一下自己生活背景 为什么会做这一行 是吧 为什么会想去 用这种方式 维持自己的生计 那么这个姐姐最后就 就和这帮人 包括座头士 那样说 其实他们以前 好有钱的 他小的时候呢 和弟弟呢 是大户人家里面的 子女来的 那么有一晚呢 他就和弟弟那样说 哎 我们不如去 呃 呃 这个的家里的楼下 你知道家里的楼下 就是以前那些 呃 在屋下面 那因为呢 防那些鼠蟻 是吧 防蛇 所以就起高一点 那在下面呢 就做什么呢 原来他偷偷地 养了一些动物仔的 那么他们就躲在那里 是的 就在那里玩弄着 他们手上的动物 那样 谁不知 在夜晚的时候 他们屋里面呢 就有一个的 呃 被人收买了的一个 博人 在夜晚的时候呢 就开了家里的门口 就引那些的 虾进来 那些虾进来 那里面的那些 都被人 杀了 又把 这个 屋主 和那大的太太 同事杀了 那所以呢 就在这个过程里面呢 就搶了家里面 所有的财产 那幸好那一对的 且弟就躲在下面 不敢出声 就逃过 最后现在来到这个所有家的财富都被人努力了之后 他们身无纷纹 没钱之后怎么办 姐姐和弟弟只能够乔装打扮 在平时的生活当中只能够做一些表演 去维持他们的生计 他们内心就要很简单 就要长大成人后为自己的父母报仇 透过这个电影就表达了一件事 就是你们积赞了很多资财 可以自己得着更多的富足 有时候在日光之下反而是一种大祸患 因为这些资财反而激动了其他行恶的人 来抢夺这些资财 所以传道者说 因遭遇祸患这些资财就消灭了 那人若生了而止 手里也一无所有 所以刚才说的那套戏里面那些资财被人偷了 连父母都死了 他的子女一分钱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 好 作者就说了 他就指个财主 他怎样从母胎赤身而来 也必照样赤身而去 他所劳碌得来的 手中分毫不能大去 就是说当你是一个不断累积财富 尝试满足自己里面的私欲的时候 传道者告诉你 不能够 人不能够满足自己的私欲 越积赞财富 越贪爱钱财的人 就越不能够满足自己的私欲 不单是这样 就算你累积了之后 突然其来有祸满到你 你就什么都没有 这样完成你的人生之后 就发觉你赤身而来赤身而去 你牢碌得来 只是眼看眼耳 最后什么都带不走 所以就回应回整个的信息就是 何等的虚空 所以他就说了 贪爱钱财不因得银子 贪爱富足的不因得利益就知足 这个就是虚空 有钱的人因为太有钱了 太丰富了 又怕被人偷就很难入睡 有时这些祸患 是忽然临到你 你是没有选择的余地去拒绝这个祸患 那怎么样 反害了自己 因为你太有钱了 到最后你人生什么都带不走 所以传道者说 他来的情形怎样 他去的情形也是怎样 这也是一宗大祸患 他竟然一生的努力是为风努力 有什么益处呢 这个就是传道者在日光之下见尽很多的事情 他不单只想表达虚空的虚空 而是他想在这个虚空的人生里面 在第一章说究竟做了什么 是对自己真正有益处的呢 所以来到第十六节 五章十六节 他又再透过这些论述 再回到自己内心最想了解的主题了 那究竟这个人 这么有钱积聚那么多 牢牢的那么多 最终他人生是得到什么的益处呢 就是这样 他这样说 就是代表 真是这一类的人 找不到益处的 第十七节 并且他终身在黑暗中 袁曼海译做幽暗中或者隐密处 在这些地方躲在这里吃壳 多有烦恼 又有病患 吐气 吐气这个字在袁曼海译做愤怒的 那你记住 为什么突然躲在阴暗处吃饭呢 因为 我们了解到就是 上文说到什么 在日光之下 见尽很多欺压的事情 透过欺压累积很多财富 欺压他们的人 也拍给更有势力的人欺压 所以他无人安慰他 常常担惊受怕 躲在黑暗当中 这样吃喝 怕被人 加害于他 是吧 又充满烦恼 又怕其他人用手段 去抢夺他的财富 是吧 所以当他有病患的时候 又或者他见到他自己财富被人夺走的时候 他充满愤怀 是吧 所以这种人 原来面对很多的压力 面对很多他自己掌控不到的事情 所以 私人继续说 既然是这样 他说 我见日光之下 为善为美 就是什么 就是神 似他一生的日子 能够吃喝 最尽都是这样 那些 祸患的事情 未临到之先 有钱也好 没钱也好 最威衰的 就是什么 最好的时候 最好的时光就是什么 就是神似他一生的日子 能够吃喝 享受到他日光之下 牢碌得来的好处 因为传道者说 神似人之财富富 所以按人的意见 他里面不知足 他又想贪更多 是吧 那怎么样 就不断去牢碌 赞取 累积 是吧 但是这一段经文就告诉你 原来有更高的原则 让你清楚知道 为什么你会附足 哦 原来是神愿意赐给你的 赐给你之后就怎么样 作者说 如果他能够蒙神似福 能以吃用 能够取自己那份 你赚多少 又可以拿多少来享用的话 以到你的牢碌 恩将能够享用 所以产生那种喜乐 这个都是神给你的恩赐来的 千万不要不记得这件事 纵然是这样 传道者说 他不多思念自己一生的年日 为什么 因为神认他的心 使他喜乐 他想赚多些 对了 赚多些 给你能够享用 就是因为给你能够享用 赚多些 那怎么样 他就不多思念自己一生的年日 什么意思 就是神将恩赐赐给你了 这个恩赐就是 你有腐足 你能够吃用 谁不知 但是 当你在这种 得着神的恩赐 耐心很快乐的同时 你就忘记 你就不专心去思想一件事 关乎你一生的年日 那这里其实要衬托主姐说 是的 当神给你有封衣足食 你牢牢过后 享受到你自己那份 你开心了 那你就会怎样 你就不多思想 关乎你人生 究竟要得什么的益处 同时都想不到 当财传道者所论述 人不会因为很多财富 就能够知足 是吧 他一生的年日 不会像这个传道者 会想得这么通透的 贪爱钱财的人 不会因 得益子就知足 贪爱富足的 不会因得利益而知足 为什么 因为他都没有时间 想这些事情 他仍然在享受神给他的 资财 牢碌累积得来 又能够享用 以至到他耐心快乐 他就不再思想这些事情 全道者为我们思想这些事情 他也想不到他一生 最终分毫不能带去 因为那一刻 他在享受神给他的恩赐 是吧 他为他的牢碌最终得什么益处 他想不到 他也不会去想 那全道者就为我们去论述 引导我们的心 这样思想 那究竟 我们应该怎么思想呢 就好像前文第三章所说 神造万物 国安其时成为美好 又将永生如文系 永远把人心里面 所以有一样东西 是神把人心里面 关乎永远的事情 物质界的 有限的 不能够填满他 圣经在第十四节 我知道神一切所做的都必永存 无所增添无所减少 所以如果不是神去启示人 人是不能够准确认识神 也不能够准确认识神的工作 是有永存性的 无所增添无所减少 但是人的工作是有限的 是有时间的限制的 所以当人越来越认识神 又认识神的作为的时候 又体会自己内心有一种永远的事 是人内心凭着自己不能够填满的时候 人就渐渐因为这样认识自己 又认识神 人所做的有限 唯独神所做的能够永存的时候 就对神因着准确的认识 产生什么 在神面前有一个正确敬畏神的心 是吧 如果大英姊妹有听过之前的 其他经文的论述 就当人产生对神敬畏的心之后就怎样 神就要我们在日光之下见尽很多的事情 包括欺压的事情 包括很多不义的事情 包括很多贼道的事情 包括很多孤单的事情等等等等 这种已经认识神 同时又见尽日光之下很多自己不开心的事情 来到神的面前 圣经告诉我们 因为神在天上 所以我们要言语寡小 不要乱说话 因为有很多事情我们不知道 但是神清楚知道 神让我们有这么多人生的阅历和经历 目的是什么 叫我们在这些阅历过后 不要乱说话 来到神的面前仍然保持什么 没错了 保持这个只要敬畏神 愚文就是说 他不乱说而已 为什么 因为他认定神是可为的 经过很多事情 冲击自己的内心的时候 宿神的人仍然保持一样东西 神是可敬可为的 所以弟兄姊妹们 透过这些经文 上下文这样的论述和总结 我们就知道 原来在世上 你见到很多欺压不义的事情 源于人里面有一种贪欲 他们不满足 用不同的手法满足自己的内心 但是都不能满足 同时就算你累积很多财富 那怎么样 你又会怕被人抢夺 而经常睡不着 OK 就算你设立了很多保护系统 突然之间有祸患来到 你抵挡不了 随时这些祸患夺走你的生命 就算夺走不了你的生命 又夺走你的财富 你不能够留到多少呢 什么都没有 是吧 所以这里就告诉我 究竟我们在世上 要追求 什么才是真正的益处 所以就回到前文所说 能够认识神 作公是永恒的 能够带着这种永恒的真理理念 同时因着信靠耶稣基督得着永生 我们就参与神永恒的工作里头 所以这个有永恒价值的工作 成为我们短暂人生里面 真正要追求 认知的益处 和得着的益处 那么传道者继续在第六章 一到十二节 继续按照上文所说的主题 吴知足 来讲另一种的祸患 记住 都是关于 贪爱钱财 和贪爱富足 这个情况下 而讲另一个 祸患的可能性 第六章第一节说 我见日光之下有一宗祸患 重压在人身上 什么祸患 就是这个人 蒙神给他很多知财 丰富 甚至尊荣 他心里面想要的 没有一样是缺乏的 然而 此事神使他不能吃荣 当他不能享用 特别指吃荣 反过来有人吃了他的东西 他传道者说 这一种真是虚空 真是和患 圣经里面真是有这样的人物 神给他资财 给他丰富 给他专荣 但他不能吃 不能吃 平时能享用那些山珍海味 他不能吃 竟然被其他人享用了 是吧 那哪个人物 你想不想到 哈哈 就是这个 在大二理书四章一到三节 那个尼布加利沙王 发出个梦 梦见一棵大树 很高的 叶子很华美的 好多的雀鳥 棲息在树架上面 是吧 表达了泛有血气的 都从这棵树里面打雀食物 后来 天上有一位侍者 就降下来 大声呼叫 砍下去砍到这棵树 这棵树就砍下去之后 那些雀鳥 飞鸟 走了 离开这些树枝 那接着就说什么 他就说了 留个树架的树枕 用那些的铁圈 就围住他 跟着圣经这么说 史他原来指一个人物 这棵树是比喻一位人物 史他与地上的兽一同吃草 他平时吃人吃的东西 现在和兽吃草 好啊 因为神使他心改变 不如人的心 给了他一个瘦的心 那就经过七个时期 王阿王 其实这棵树就是在比喻你 将来你就会突然之间遇到灾祸 没有了人性 神换了兽的心 你就会和兽一起吃草 之后这个王权 权势会恢复给你的 但是你明白了 讲完之后 如何劝这位君王呢 27节说 王啊 求你阅纳我的贱言 以施行公义断绝罪过 以怜悯穷人除掉罪业 或者你平安可以延长 什么意思啊 就是神所命定的旨意 你这棵树斩下来 后来才恢复回这个权势 给你 这个旨意是不会改的 但是你就希望 这个王能够做一些善的事 以到他平安的日子稍微延长 是吧 后来怎样呢 圣经说 过了12个月 12个月过了一年都没事 突然之间 他游行于他的巴比伦王公了 他内心就很激愤 见到这个王公和所有的建宗物 突然间这么说 他内心就说 这大巴比伦 不是我 用大能大力 建为京都 要显我威严的荣耀吗 他想着继续讲爱的时候 圣经就说 这话在王口中尚未说远 就有声音从天国下说 你必必说出离开世人 与野兽同居 吃草如牛 要经过七个时期 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 平平安安过了12个月 突然之间 见到自己手所建立的这个大巴比伦帝国 他很自夸 你看 我几今永远 还没说完 这卡神就将他人的心脱走 给他一个瘦的心 他就像野兽那样吃草 他不能吃草 他以前作为一个人 可以吃到那些山珍海味 他现在只能够吃草 所以神可以用这种手法 令到人不能吃 他原本可以吃草 除了这种情况 神会使人不能吃草 还有什么情况 可能呢 例如 年纪大 所有的机能退化 只能够躺在医院的病床 插着胃口 由鼻孔 或者胃里开孔 灌一些食物 他自己不能吃草 又或者怎么样 一场大病 整个人昏迷了 插着喉 维持生命 他根本自己不能够主动 吃草 还有一种情况是怎么样 有一次我看到这个新闻 有一个英国的一个妇人 有一天就患上肠胃炎 之后就出现了后遗症 在2004年 他在圣诞节 放假 就有一次肠胃炎之后 他饮食就出现了问题 又不能够饮酒 又不能够吃肉 又不能够吃鱼 面包 意大利粉 跟着还有饼干 吃完之后喉咙会灼热的 很不舒服 牛奶 芝士 朱古力 吃完之后会令他作呕 除了水果之外 一套含有糖 的食物都会令他马上分岁 这么夸张 后来医生会诊断 估计他患了什么呢 罕见的 视神经 脊椎炎 但幸好到最后 是2006年 最后就诊断出他原来患了什么 负责的过敏症 所以吃东西要很小心 所以有时候 你很多东西都不能吃 为什么 你患了一场病 你有过敏症 就吃不到 好了 我们回经文了 他说一个有钱人 神给他有钱 甚至给他尊荣 吃不到东西 你原本赚取的东西 你所有的物质 物质各样的食物 竟然被其他人享用了 圣经就说 你看多虚空 是何等大的祸患 这个人 就算有一百个子女 他能够活很多的年岁 那怎么样 但是他心里面 因为不能吃荣 在这种情况下 就怎么样 一点都享受不了福乐 心里面 一点都没有那种福乐 既然是这样 圣经传道者继续说 又不得埋葬 有些人 不是没有钱 是心里不开心 没有满足感 那怎么样 到最后 钱财满足不了他 财富满足不了他 一生累積的财富 满足不了他 他内心就绝望了 最后就怎么样 就自杀了 他在这里说 他不是自杀 他说他很多不能吃荣 但是心里面不满足 没有福乐 又不得埋葬 就是死不去 那种内心 那种空虚 那种和患的感觉 挥之不去 神给你长命八岁又怎样呢 那一种情况下 作者就说 如果按我而言 据我说 那不到期而落的胎 比他更好 就是说 未出生的小朋友 那些BB 比这个人 那种人生更加好 为什么 因为他不会经历这些 这么虚空的事 好了 比你有资财有腐足有专名 但不能够吃 一点都不快乐 又不死得 那你情愿这样活在世上 作者就说 那我情愿好像一个 刚刚出生 未见日光 就死了 的小朋友 这些BB 比他好 免得留在这里 这样到 长年类的这种 虚空的日子 他就说 因为虚虚而来 暗暗而去 明治被黑暗遮蔽 并且没有见过天日 不会像这个财主那样 这么辛苦 天天不开心 你有很多钱了 就不能吃 那这个胎 就被那个人 赌享安息 就是说这个财主 不能吃 就算有很多钱 心里面不开心 这种不开心 就享不上安息 既然如此 活在世上 还有什么意 那就情愿好像这个胎 未见过这种世面 未试过这种虚空 这种胎儿 更幸福过那个财主 他就继续说 那人 就是那个财主 虽然活千年 再活多千年 却不享福 后面一句就说 众人 喜不都归一个地方去 那 就是什么意思 既然那个 未出 没有福 就死了那个胎 他也是要死的 那个活千年 再活千年 都是要死的 两种情况都是要死 众人喜不都归一个地方 那这胎 就比那个那人更幸福 因为大家都要面对死亡 但是面对死亡之前的日子 哇 那个人 那个有钱人 受算活了两千年 一点都不幸福 那有什么幸福呢 那情愿好像一个胎儿 未受尽这种的折磨 这样离开这个世界 这样就 去同一个地方 是吧 离世嘛 所以这个作者就说 既然如此 去到第六章 就做一个总结了 他说人的牢碌都为口福 但大部分人是怎样 心里却不知足 就是回应第五章第十节 一开始所说的 贪爱钱财 不会因为有钱财而知足 贪爱富足 不会因为得了很多利益而知足 所以到第六章第七节 中间横跨了这么多的论述 其实就要表达出 人里头的心不知足 就做了很多的恶事 为去填满 这种不知足的内心 但是 都是相当之虚空 因为你在填满的过程里面 遇到很多种的祸患 有时可能被人抢了资财 有时可能你因为吃不到 被人用间接的手法 享用了你的资财 是吧 所以说到吴之足 我就想起针言这么说 他说马王有两个女儿上书 吸啊吸 不知道大家知道什么叫马王呢 没错了 马王就是这幅图 就是那些水侄 是吧 在那些农夫 在道田里面奸作的时候 有很多水疾 在这些脚上 不停吸啊吸 吸什么 吸血 一直不停吸 膨胀自己的身体 是吧 用这个作为一个比喻 说什么 其实后闻所说的 他说 有三样不知足 所以整段经文1516节 就是说不知足 其中一个就是用马王 代表不停吸啊吸 好像代表那种东西 就一点都不满足 不停吸 是吧 接着后闻又说一说 他说 有三样不知足 连不雪救的 共有四样 原来还有四样 是不知足的表达 在地里面 是吧 不会满足的 阴间收纳人的灵魂暂时的地方 是吧 也不会满足的 是吧 石胎 石胎原本的意思就是 不会生育的子宫 那不断有营养 那不断有营养 供应这个子宫 但是怎么样 总是生不了 小朋友出来的 那甚至可能怎么样 就是说 生了个小朋友 那小朋友在里面 不断吸收 妈妈的营养 那怎么样 那到最后怎么样 都是出生不了 但是他 不断在那里吸收 但是又出生不了 是吧 另外有一种就是 地 不断吸水 永远都不会满足 倒多少水下去 都是这样的地 是吧 不断吸 还有火 不断吞噬 是吧 他不会觉得 满足啊 总之有东西被他烧 就不断吞噬 是吧 所以这里表达出 原来人的内心 是不知足的 正因为不知足 就产生很多 不义的事情 透过这段经文 第七第八节 作者就是这样的 总结了 而这个总结是 反问式的总结 第七节说 人的牢碌 胃口腹 心里一点都不知足啊 这样看来 上文所有这么多的论述 加上第七节的总结 他就说了 智慧人比愚昧人有什么长寸呢 穷人在众人面前 知道如何行 有什么长寸呢 什么意思啊 既然人的身 永远都不知足 大部分啊 我说大部分 这样看来 智慧人也好 愚昧人也好 他们都是不知足的 但是 智慧人 好像这个传道者 知道这么多 关乎 人心里面 不知足的 真相的时候 这种智慧人 给那些 不知道这种 真相的愚昧人而言 智慧人 比这些愚昧人 有什么那么厉害呢 就是 就算被你知道了 你也是不知足的 就是这样的意思 明白吗 好了 接着他就说了 窮人在众人面前 知道如何行 窮人知道如何行 针对上文的意思 就是说 有人的贪爱钱财 又贪爱富足 对不对 好了 窮人知道怎么行 是代表什么 就是怎么去赚取财富 是吧 因为窮人就想自己不要成为窮人 他就知道怎么行 脱离贫穷 有什么长处 什么意思 好了 又你知道怎么行 知道 未真是见到你即赚很多财富 但是你知道怎么行 给你即赚财富 那又怎样 你到最后才发觉 原来窮也好 有钱也好 我心都是不知足 由于有这种不知足 又会吹逼你做很多的事情 甚至行很多的恶 所以窮的人 你知道怎么行 最终能赚多财富 成为富足的人 那又怎样 你心里都是不知足 所以当一个传道者 去思想这些问题的时候 就会再反问这些问题 那我知道这么多事情 智慧人 那比愚昧人有什么好聂 有什么聂聂多少 是吧 窮人知道怎么行 赚很多钱 那又有什么长处呢 那作者继续这么说 他说 眼睛所看的 比心里妄想的倒好 是什么意思 就是窮人 你知道怎么走去 赚出很多金钱 但是钱还未出现 因为你未实践过 那现在你实践了 那赚了很多钱 赚了很多钱 赚了很多钱 眼睛已经能见到 是吧 比你心里面的计划 妄想这件事情 相对来说 已经见到的 比未见到的 那当然好些了 是吧 谁不知再想 那见到又怎样 赚到又怎样 都是不自足 又回到整个主题 这也是虚空 因为赚了之后 你怎样 你整天都睡不着 怕财产被人抢 好了 你设定了很多保安系统 甚至请了很多保安人员 你又怕突然间有个祸患临到你 是吧 可能有一帮强盗 有人计划了 如何抢夺你的家产 突然而来的 那你什么都没有了 是吧 就算给你很多钱 没有人来抢你的东西 那怎样 你吃不了 你享用不了 明白吗 给你长命的享用你的财富 但是你又吃不了 所以每一个环节 紧靠的时候 作者就说 这样真是很虚空 那这些事情 人能不能有能力去抗拒呢 包括你女头 是个不知足的人 包括这种人生的制愈 人能不能够抗拒得到呢 作者说 先前所有的早已起了名 并且知道何为人 他也不能与 那给自己力大的商增 什么意思 就是说很多的生物 已经起了名 神赋予权并 被阿当起了名 其中一种活物在神的面前是什么 人 名 特显出生物的一种特点 是吧 例如神的名 其实背后是要彰显神的属性的 人是什么 在神面前 人是什么 神很清楚 就正如神透过传道者 论述人里头 那种贪欲的心 永远都不满足 神是知道人就是这样 那圣经继续说 他也不能与那给自己力大的商增 神给自己力大的是谁 这里所指的就是暗指的 背后掌控一切 满有能力的神 人的本质就是这样 不知足的了 人不能够 胜过这种不知足 人都不能够胜过神 在天上所作的任何一件事情 人不能够抗拒 已经堕落之后 人本质的情况 是神容许人 在拨逆他之后 整个人类的系统 人内心那种的败坏 就是这样的了 没得逆转的 于人的能力而言 没得逆转 是吧 他也不能与他自己力大的商增 所以人的情况是这样 人不能够与神去商增 人只能够服在神的权柄底下 慢慢去认识人的本相 也都透过神所有的事情 让人蒙怜悯的那批 能够认识神 而对神有正确的认识 而伸出敬畏 让人每一个蒙他怜悯的 在他百般的事情 那种的运作底下 最终对神有更深的认识 这一切的运作 人是没有能力与神相增 就正如传道者在第一章 已经讲得很清楚 第十三节 我专心用智慧尋求 查究天下所做的一切事 乃至神叫世人所经历的是 极重的劳苦 这件事 人能不能够和那位神去商增 没有 因为神要做这些事情 就是要吹逼人来到虚空 暴风的感觉 以待去尋求独一的真神 这就是神所命定的旨来的 所以后文第十五节就讲得很清楚 弯曲的不能变直 缺少的不能足数 为什么 因为神掌控这一切 所以当人在神的面前 无能为力的同时 在全能的神帮助下 那些蒙神怜悯的人 最终就会按神的旨意 一步一步认识神 又体会日光之后 很多不同的事情 最终就保守自己 仍然活在敬畏神 这种信仰之中 所以第十一节 他这样说 他说加珍虚浮的事 这些是原文里面 着重说的 是说话 当然都指某些事件 所以有些英文的译本 译做什么呢 话语 是吧 加珍这些虚浮的事 多少 那怎样 这与人有什么益处呢 那这里所说 加珍这些虚浮的事 这些事多了 那这些事是指什么事 既然这些事多了又怎样 最终不能够带来人 真实的益处 那这些事是指什么 没错了 就至于第八节 你窮人 在众人面前知道 怎样行 怎样去赚取更多的财富 得着更多的事情 得着更多他期望有的累积的付足 那怎样 但最终怎样 不能够知足 正如第十节说 贪爱人子的 不恩得银子之足 贪爱富足的 也不恩得利益之足 这也是虚空 所以如果增加很多这些虚浮的事 就是没有永恒的特点 只有短暂的利益 就正如你有很多钱财 有很多丰富 那又怎样呢 作者说 对你来说 这些是虚浮的事 最终是没有对你的人 带来真正益处 以永恒的角度而言 所以十二节 最后这样总结 他说 人一生虚渡的日子 就如影而经过 一下子你的人生 就这样揮过去了 经过了 他就说 谁知道什么 与他有益呢 这个就是成卷传道书的大主题 虚空的人生当中 你找不找到真正 你牢鹿过后对你有益的事 他就说 谁能告诉他 身后在日光之下 什么事呢 就是说 你死了之后 日光之后发生的事 有没有人可以再告诉你 没有的 所以在日光之下 你死了 日光之下发生的事 你不会再知道了 没有人会告诉你了 那就是暗示什么 既然你死了之后 日光之下的事 你不会有人告诉你 没有可能发生的 这些事情没有可能发生 所以 谁知道什么与他有益 同样是不会发生的 没有人能够告诉你 你人生虚空的年日 一生虚度的日子 真正对你有益的 没有人能够告诉你 因为没有人能够知道 那谁告诉你 透过传道书告诉你 我们可以知道 什么与你有益的 那是不是因为传道者 自己能力 厉害 不是 是神啟示给他 所以他透过写传道书 把神的啟示留下来 让我们知道 什么与我 这个短暂的人生 真正有益 是不是贪爱银子 是不是贪爱丰富 很多人 因为贪爱钱财 贪爱丰富 就是在家中 摆斥这只 这么可爱的公仔 招财猫 是吧 从一些其他宗教的 一些讨论的过程里面 是吧 玄学施点评 搞好这件事 能够提升你的运财 你的财运 是吧 那家中放什么鱼缸 或者招财猫 给你发达一些 有人这样说 那可能家里 就摆了一些 盗金了的招财猫 是吧 在这个华人的餐馆里面 又摆了一些 很大的招财猫 是不是中国人才会这样的 不是的 日本人也会这样的 你看看这个 公仔那里 是不是 有没有招财猫 有招财猫 是不是 左下角 右下角 都有这些猫 还放了山洞 那一只猫 是不是 那不单止那些铺 都是这样的 日本的大型商店里面 都放了一个很大的招财猫 是不是 因为人 都有这种的不知足 贪爱 贪欲 无论是钱 或者是豐富 等等等等 但是由于传道者 透过神的帮助 能够启示出 短暂的人生里面 真正不会感到虚空 不会感到暴风 而是有益的 是什么 没错了 神造万物就将永远放你内心 你又知道神所造的永存 无所增添 无所减少 那么我内心 这个永恒这件事 怎样能够被填满呢 圣经就告诉我们 我们人内心 失去了一个可以 填满的 永恒里面 应该可以被填满的 是哪一个 就是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 因为祂是永恒的神 神要住在人的内心里面 将人里头 属于永恒那部分 空缺那部分 填满了 所以当人认识耶稣基督 认识神之后 就按着对神的认识 就传敬畏的心 无论是传道书所论述 如何对神产生敬畏 又或者其他圣经里面 论述 人认识神 而产生敬畏 我们因为这种认识神 让神我们内心填满这种 永恒的虚空之后 那怎么样 内心因为认识神 就传敬畏神的心 所以透过圣经的论述 我们知道 有人是会达到一种境界 就是知足的 在提摩太辞书6章6到10节 这么说 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利了 一个人对神敬虔 在神面前有一个 闲神眼中为对的敬拜 敬虔就是由好的 敬拜余文柳这两个字组成 是吧 敬虔就加上什么 知足 原来对神产生这种敬畏 敬拜的心之后 人就以神成为他的满足 所以能够进到下一个地步 光景就是有一个知足的心 这种知足的心很宝贵的 如果属神的人没有这种知足的心 就好像世人一样想要发财 第10节说 贪财是万恶之根 所以当我们读到提摩太前书 第6章第10节 我们就知道了 贪爱钱财 为什么贪爱钱财 因为内心不知足 不断贪贪贪 那怎么样 永远都不知足 要赚多些 用正常的手法满足不了 用不法的手法满足 所以贪财就是所有恶行之根 有很多属神的人 由于在敬虔上 未加上知足的心 那又怎么样 就与世人无意 就贪爱钱财 就离弃真道了 就用许多的仇苦刺透自己 所以新约里面圣经中有一个这样的论述 有个官员来问耶稣 我怎么得永生 耶稣说 你竟然找良善的我 世上只有一位良善的 就是神 既然你认定了我良善 那好了 出于良善的神 就将一个善的正确的解释 告诉你 我的解释里面没有恶的 只有善 所以当主耶稣解释给他听 你如果真的要得永生 可以 你来跟从我 但有一样东西阻碍着你来跟从我 就是你太有钱了 既然你以我为良善 那我所说的说话 既然出于善 勸勉你 你就将你不认识的 现在我告诉你 你认识了 把钱财分给穷人 你来跟从我 成为一个跟随耶稣基督的人 因为有钱财阻碍着你 那你就放弃他了 那你就能够单纯地 依靠耶稣基督 这样就能够得永生 既然你认定我是善的夫子 而出于圣经所说的善只有位就是神 既然如此 那你就以信心来跟从我 不是依靠钱财来跟从我 那这个财主一听到之后就 哎呀 憂憂愁愁走了 因为为什么 钱是眼所见到的 跟随耶稣以后的生活 很艰辛 是吧 那我情愿要钱 那主耶稣就说 有钱财的人 很难的 那门徒说 那怎么办 哪个能够得救 耶稣说 再人不难 再神 强能 所以后文在六九分第十八章 紧接的就是十九章 说哪个呢 就是说 这个财主 撒该 撒该 撒该是瑟利长 用不法的手段 赚了很多金钱 饿炸了很多人 那怎么办 有一天耶稣经过 撒该 他住所的地方 撒该想认识耶稣 那怎么办 爬上一棵树 主耶稣看见撒该在那里 就叫他来 愿意接待他 来他家吃饭 众人都鄙视的瑟利长 突然受到主耶稣的接待 神的工人 神的仆人 神的儿子 这样去接待他 哇 他的内心 第一次体会了 被神接待 那种的满足 原来给他得了很多的钱财满足 是没得给的 既然这样没得给他 那我就将我的钱财 一半分几穷人 因为钱财已经 不能再填满他的内心了 他骗过哪一个 他照摩西的律法 赔他四倍 因为他里面 已经从 倚靠钱财 转为以靠神 所以主耶稣第九次就说 今天救恩就到了这个家 啊 救恩到了这个家 是什么意思啊 因为他是阿伯拉罕的子孙 他一向都是肉身上阿伯拉罕的子孙 那为什么现在叫阿伯拉罕的子孙呢 因为阿伯拉罕就是信心之父 他是信靠神这样过他的人生的日子 现在这位的以色列人 杀干 从今天开始 由于主耶稣接待了他 他又接待了耶稣成为他个人的救主 就以信心跟随主了 主成为他内心永恒里面的空间被填满了 那怎么样 就因着信地信靠神而活 所以突然之间 原本要拿得好实的钱财 他可以放手了 而且以前不能够和人分享的钱财 他可以自自动动与人分享 他以前不会遵行摩西的律法 只是为自己 不会为别人的 他现在怎么样 压了谁就还他四倍 主动地遵行神的律法 所以圣经说 这种恩信而活 倚靠神的人 就会自动自觉 行神的道 懂得去怜悯人 懂得去行神的律法 遵行神的道 圣经说 人指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 这里所指的失丧的人 是特别指着 贪爱钱财的财主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讲了这么多的经文 今天 要在这段经文里面做一个总结了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经文是 传道书第五章十到六章的十二节 整段经文的主题是 虚空人生中 永不满足的贪欲 第一点 贪爱钱财与富足的 永不知足 乃虚空 第二点 積存财富也许反害己身 造和乃虚空 第三点 積存财富却不能己用 幸福乐 乃虚空 第四点 人生不能知足 更不知 何为益 乃虚空 愿神透过这段经文 触发我们的内心 反思 我们的人生里面 短暂的人生里面 应该要 应该要牢碎得 得什么真正的益处呢 免得 好象作者这些经文所论述 这些贪爱钱财富足的人 一生都虚空 我们现在一起同心献上祈祷 差天父感谢你 让你的话语 借着你自己主动的启示 显明在人的心里面 光照人 让人有属天的智慧 认识 神所设立的 地上所创造的人 在神的面前 在神的手中 如何最终 由堕落了的人的本质 能够恢复有神 荣耀的美德 在基督耶稣里面 得着救恩 能够以永恒生命的主 填满人里头永恒的空缺 好叫人有智慧 聪明 去遵行神的道 以到能够与神同工 追求永恒的福乐 以到在人生短暂的里头 行神眼中看为静的事 可以为神作见证 愿圣神所差遣的事情 以到得着永恒的知财 得着永恒的福乐 我们感谢主 愿神亲自帮助众圣徒 明白 而真心靠主去追求 听我们同心的祷告和感谢 奉耶稣基督圣明 阿们 今天讲经系列 传道书5章10节 至6章12节 就讲到这里了 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